中共當局5月11日公布了最新人口普查結果 《華爾街日報》當日發表論文說 習近平毫不掩飾 他要令中國成為21世紀全球主導力量的野心 但人口普查揭示了一個重大問題 中國如果沒有足夠的年輕人怎麼辦? 社論還指出 中共現在的人口趨勢 證實計劃生育政策已經給中國人留下一個人口定時炸彈 這篇社論為習近平的致命弱點 社論說 經過一些言辭 中共終於發佈了人口普查結果 雖然2020年人口略有增長 從14億增加到14.12億 不過更突出的事實是 中國的出生率急劇下降 並且勞動年齡人口的降幅大於預期 由於中國女性生育孩子的數量減少 其人口前景繼續暗淡 普查結果顯示60歲以上人口的比例增加到18.7% 2010年為13.3% 中國還出現了自1961年以來最低的年出生人數1,200萬 這個普查結果原本定在今年4月公佈 推遲發佈引發了有關普查結果不佳的廣泛猜測 《華爾街日報》的社論表示 北京已經看到這種趨勢的到來 2016年中共放寬生育政策 一對中國夫婦被容許養兩個孩子 推翻了實施了35年的獨生子女政策 上個月中國人民銀行建議中共政府 如果希望與美國競爭就需要放棄其人口控制政策 不過即使這樣做也可能太遲了 一旦生育率下降 無論政府提供什麼激勵措施 這個趨勢都很難逆轉 很多政府已經嘗試過 有些人認為波蘭或匈牙利可能有了結果 不過總括來說 這些政策一是徹底失敗 一是衝其量是顯示出適度的生育率提高 獨生子女政策促成了夫婦雙方 所有資源集中在一個孩子身上的思維模式 很多家庭覺得他們養不起第二個孩子 決策者在2016年取消獨生子女政策後 所期待的嬰兒潮並沒有出現 另據外媒指 在上海 一位準媽媽說 對官方11號公布的數字並不感到驚訝 這位準媽媽說 我認為這個很正常 現在房地產價格這麼高 年輕人的經濟壓力很大 對我們來說 要生孩子需要一定的經濟基礎 然後我們先考慮 華爾街日報社論還指 出生率下降 人口老齡化所帶來的社會和經濟影響是巨大的 影響到對中國已經緊張的 資金不足的健康和養老金計劃 逆益增長的需求 3月 中共政府宣布 將目前的60歲退休年齡逐步提高 退休成本在任何國家都是困難的 但是中國還沒有實現其沿海地區和主要城市以外的廣泛範圍 社論表示 這個趨勢證實了北京經常採取的殘酷計劃生育干預措施 已經被中國留下了一個人口定時炸彈 社論說 現在這筆人口象即將到來 習近平可能了解到 他取代美國成為全球領導者的野心是最大障礙 並不是來自國外 而是他的共產黨前輩們 遺留下來的中國人口老齡化問題 根據官方數據顯示 自2012年以來 勞動年齡人口一直在減少 長期以來 中共領導人一直表示 自動化將有助於抵消勞動年齡人口的下降 不過經濟學家對這個戰略表示懷疑 今年3月 中共央行的研究人員發表了一篇論文 呼籲對中國嚴峻的人口形勢採取更有力的應對措施 論文說 要認識到教育和科技進步難以彌補人口的下降